下午三点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开始举行 胡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出席会议 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 主席团常务主席陆永祥主持 今天的会议应出席代表2987人 出席2946人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 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 决定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审计长 秘书长人选 分别表决 11届全国人大 民族委员会 法律委员会 内务司法委员会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外事委员会 华侨委员会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名单草案 会议宣诺了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对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 人选的提名信 经过发票 写票后 代表们开始投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计票结束后 陆永祥宣布 李克强 回梁玉 张德江 王岐山 为国务院副总理 刘延东 梁光烈 马凯 孟建柱 戴炳国 为国务委员 陆永祥还宣布了 国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审计长名单 十一届全国人大共设九个专门委员会 其中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已于3月5号表决通过 其他八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 主席团提名后各代表团进行了酝酿 主席团会议根据各代表团的酝酿意见 决定将这八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单草案提请本次会议表决 根据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十一届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办法 大会采用吴浸明按表决器方式 分别表决通过了八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签署第二号主席令 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 任命李克强 回梁玉 回祖 张德江 王岐山为国务院副总理 任命刘延东 梁光烈 马凯 孟建柱 代禀国土家族为国务委员